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 挖呀挖呀挖 没有我的妈 牙龄那没办法 汪汪天生就是牙龄怪 你们要觉得差距太大的 实在不行的话 你们一直打110 就说我欺骗或者说什么都可以 没关系的 挖呀挖老师管理晋级失恋 斗内难喊退钱 柴虎闺蜜颜值好高 准备开始 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 挖呀挖呀挖 种什么样的种子 开什么样的花 中国湖北又叫老师黄老师 因为儿歌小小花园的歌词 挖呀挖太洗脑 加上甜美可爱的外表光红 粉丝突破700万 三场直播斗内 高达885万台并 对了 我干啥了 哎呀我的妈 在干啥呢 你们两个别比赛呀 我一定不忘初心 放得始终 谢谢三马给我送我大飞机 我自足 我很懂得自足的 我跟你说 挖呀挖老师的私生活 也被挖呀挖呀挖 素颜鹿哥的澎湃影片流出 网友嫌他骨子脸颊缺牙 拿掉滤镜茶很大 绑上斗内男不完的男子 甚至很退钱 哎呀我的妈 面对执意声浪 黄老师澄清自己没整形 没批图 目前从事音乐教学超过七年 没有签约任何公司 没有专业团队 没有像网友所说的 赚了百万钱万 我背后没有强大的资本在 就我自己 就我一个人 然后摸爬滚打 做不到今天 只要跟我接触的人 都知道我非常好 有时候被黑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娃娃娃的网友还发现 黄老师是2021年开始拍摄网络影片 而且和闺蜜是华瓜双人足 网友认为黄老师的闺蜜瓜瓜 颜值不输女明星 闺蜜表达能力抢你5倍 眼镜妹妹比你好看 耶牙龈那没办法 黄老师天生就是牙龈怪 如果要是我是跳舞或者是唱歌的 就是颜值主播那还可以 但是我是教学啊 你们要觉得我的正脸跟我侧脸 要是有一点失望的话 那不好意思 我本来就是做教育的 你们要觉得差距太大的 实在不行的话 你们去打110 就说我欺骗或者说什么都可以 没关系的 惊得多大喜的赞美 就惊得起多大的诋毁 既然我选择来网络了 那我就要承受 因为我做不到 人人都喜欢嘛 挖不得了 挖不得了 今天绝对不挖了 今天天塌下来我都不挖了 我每次挖的时候 然后别人就喷我 就说 你只会挖吗 然后大家都不维护 我可是看到了 虽然黄老师黑粉不熟 但是挖呀挖魔性之高 也出现各种版本的小小花园 小小的花园里 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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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小小的种子 开小小的花 用特别大的针在嘴里 挖呀挖呀挖呀挖 用特别大的针指拔掉 特别大的鸭 在特别多的网购里 挖它花呀花呀挖 收特别多的快递 还让我去啦 在小小的 陈上电影挖一挖呀 用小小的 六千万大的小挨花 用了以后 成小打花 就拿挖呀 挖挖挖挖挖挖挖 再来挖 近期黄老师上传新的儿歌 太阳高照花儿在笑 上传三天 目前已有三十二万人按赞 疗愈神曲再加一 太阳高照 太阳高照 花儿在笑 花儿在笑 跟我做操 跟我做操 海蹦蹦跳 在蹦跳 听一听 拍一拍 我每天早上记得早我永远 不会来